嘉靖姐 怎麼樣看 我們現在的防疫最大挑戰就在於 包括今天一萬人要回來 那還有未來的可能有8.6萬人要回來 還有前一陣子我們就說 還有可能一萬人是呼籲要趕快 跟這個鄉鎮公所聯繫 所以等我們現在是不是面臨 極有可能這種社區傳播的 一個風險在呢 昨天陳時中指揮官特別說 未來兩週是關鍵期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我們今天開始 所謂的邊境 非國人都不准入境 那只剩下國人可以回來 那在19號之前已經出國了 這些人不管他商務或旅遊 他勢必是要回來的 所以這些人至少就是8萬 這些人都陸陸續續會在 這兩個禮拜回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因為全世界 幾乎現在150個國家 都已經產出疫情 而且有些疫情相當的嚴重 那我們很多國人的孩子 去念書或者是去工作的 留學的也叫他們趕快回來 都叫他們趕快回來 所以這些人呢 如果算一算不包括中國 就有7萬人 再加上呢 還有非常多我們的這些台僑 因為呢 長期就是在國外 那發現他們的醫療資源 跟那個費用都非常高 那台灣呢 這個健保制度呢 非常的好 這些人也可能回來 這些人也要回來 是 哇天啊 這人數 所以我們現在會面臨一個非常緊張的關鍵時刻 不是沒有原因的 今天當然我們行政院長蘇院長 今天也特別出來講說 我們是應該要緊張 但是我們也一定要守住 那總統剛剛也特別 在下午開了記者會 呼籲大家不要囤貨 不要緊 不要這個害怕 因為我們所有的物資 在之前12月1月2月都已經開始做好 全部盤點 重要的資源都已經部署好了 所以物資沒問題 對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所謂超前部署 跟提前的這個作業 就是為了預防用最壞的狀況去回推 所以國人呢 現在在台灣之所以 大家可以放心的原因 是因為前面的準備 但是當然是不能掉以輕心 我現在接下來要講很重要的是 昨天因為凌晨開始 應該說今天早上凌晨開始 陸續進來的人 今天是一萬人 這一萬人要等七個小時 然後出去為了搭防疫的計程車 又要再等三到四個小時 所以會大塞車 是 非常大塞車 為什麼 我們為了說要讓這個病毒 盡可能的在國門的地方 就先做分流跟檢疫 所以他們一進來的時候 要至少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 他們的這個除了說體溫要量以外 他們要填寫表格 這個表格都是要去註明 你的電話號碼 你的居住地 然後你在過去14天 你在什麼樣的地方等等之類 全部要交代清楚 所以這些資料為了要這樣子 很清楚的掌握呢 會耗很多時間 然後要下載APP 因為未來要追蹤 因為這是一個電子圍離的概念 所以所有的檢疫措施 每一道都做到位的時候 一個人本來可能進來 只要五分鐘的時間 會變成是15分鐘 甚至20分鐘以上的時間 那所以我會一直不斷的勸大家說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能夠不要上飛機 能夠不要到機場 就不要去 原因就在這裡 就是說現在正是大家都在大會集的時候 那大會集反而是最 可能會有交互感染 而且大家擠來擠去嘛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如果可以先穩定的在原地 自己保護好 這個其實反而是對自我的這種健康 是一個最好的照顧 所以非常多的台僑 可能在這個三月底以前 進來十萬跑不掉 接下來四月又有人要返鄉祭祖 哇那真的是十幾萬人會回來台灣 是 到四月下旬就會有20萬人會再進來 所以這樣的人口數呢 一直進來 每一個進來呢 他就要居家隔離14天 這個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14天的過程當中 不是那麼簡單的 家人都本來都在台灣啊 你一個人進來說要怎麼辦 你一個家裡有的人 台灣都是密集的居住對不對 二三十坪的房子 了不起四十坪五十坪 那你要怎麼辦 剛剛妹妹有講一件事情 該隔離就是要隔離 真的沒有開玩笑的 你就是只能固定用那一個洗手間 就專屬你專用 不能別人跟你一起用 你就只能待在你的房間 那吃飯的時候呢 對不起 你就是準備一份給他吃 然後他吃完的碗盤呢 要額外特別洗 全部要做到這個程度哦 那所以他如果有進到客廳 陽台什麼 每天你就要擦拭 這個是絕對免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個居家的隔離跟防疫措施 每一個家 接下來會有十萬個家庭 二十萬個家庭 全部都要做到 當然我們的疾管單位 現在是都有做好準備 他們會提醒大家 每天用APP LINE的資訊 提醒大家說 你要注意什麼 你要做什麼 然後你要回報 你今天體溫的狀況 你今天有沒有咳嗽等等 這個幫你做偵測 萬一你真的發燒了 萬一你真的咳嗽了 那怎麼辦 你要先打1922 你不要自己就蹦一下衝去診所 這樣是不對的哦 你一定要先打1922 做了這個報備以後呢 然後他會跟你講說你究竟要去哪個地方 這樣我們才能把醫療系統守住 不會使醫療系統崩潰 對